警方清理旺角瓦佳老街和尼敦道一帶佔領區的障礙物之後 重開瓦佳老街西行線和尼敦道北行線 部分途徑旺角的一帶巴士服務恢復正常 天荒之後警方的防線由尼敦道延伸到內街 驅散留在西洋蔡南街和三公街一帶的示威者 有示威者將佔領區的物品搬到麥花省球場 部分人之後留在尼敦道南行線 在衛鋒中心對開的馬路繼續聚集 警方行動之後早上大約7時15分 先解封瓦佳老街西行線 尼敦道北行往深水埗方向 也在早8點之前解封 令到這個封閉了超過兩個星期路口 局部恢復通車 部分巴士服務恢復正常 駕駛方便 不是覺得駕駛很煩的 你轉車又轉車 變成又浪費了錢 又要了多一點時間 那當然不是那麼好 不過有駕駛的人就不贊成開路 寧願繞路走 認為要尊重在旺角爭取訴求的人 我不滿意 我應該覺得 那一條路應該要給小民用 不只是屬於駕駛 這個社會是需要有人表達我們的聲音 不是說努力的聲音 這些巴士站在佔領運動的十幾天 是被人推倒了 現在就重設了 不過就遠離了原先的位置 有成客就跟我們說 他們是不知道在哪裏上車 無線電視記者 劉子欣報道